一大早就用慈雲市廣場前 排滿領取物資的民眾 一包一包的物資 有白米、罐頭、沙拉油等 志工們分裝好 在慈雲市主委李林寶玉帶領下 親自交到民眾手中 這三年受到疫情影響 許多家庭生活大受影響 志工慈雲市在過年前關懷弱勢家庭 針對中山區和安樂區總計800戶家庭 發送愛心物資 我小就職 幫幫他領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他生活也不好過對不對 就是一出事 出事後都不會講話 什麼都五十幾年 他都沒有賺過錢 慈雲市的散舉 讓信徒深深感動 其中信徒李吉川 特別想因愛心捐贈 亦不容辭捐贈款項 購買民眾物資 希望更多人加入愛心行列 今天第三年 期盼這個寒冬送的 送的這些比較艱難的人 這些都是我們那個 財經濟的 財經濟的 愛心貢獻 我們那個均勢 盡一點心目 這一項 在我們前主委到目前的 我們主委 先任的主委 他們都一向都對愛心很重視 現在因為這幾年來就業問題 跟市場 跟那個生活上面也有所瓶頸 所以說我們主委 一直就是一直關心說 這一些雖然物品不是很多 但最起碼就是 在這個我們的慈雲市的宗旨裡面 把這個愛心獻給大眾 也就是說一傳之十傳百 讓這個愛心能夠給大家 社會得到一種溫馨 存好心做好事 寫好緣 是所有宗教團體 都是想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說在冬天來的時候 畢竟有很多社會安全網 沒有辦法照顧到的人 所以今天慈雲市 特地做這個冬令救助的活動 讓一些在社會安全網之外 不能受到照顧的民眾 可以在寒冷的冬天 拿到一份食物 然後獲得一點溫飽 那佩祥非常認同這樣的作為 所以今天佩祥也特地抽空 過來這邊 除了跟我們的李主委 還有他們的管委會 說聲謝謝之外 也在這邊跟大家先拜個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同時之間 未來如果說有像這樣的公益活動 也需要佩祥幫忙的地方 請不要客氣 民眾陸續排隊 提著一帶的物資回家 內心卻是滿滿的感動 感謝慈雲市伸出援手 沒有忘記弱勢家庭 記者 黃紹銘 金融報導